什么星座非常会记仇 而且有仇必报呢 争斗起来还是一条斗鱼 就是要跟你争到底呢 请参考太阳上升月亮星座 第三名牡羊座 喜欢爱出风头 引人注目 常常没事找事 虽然有时候在团体或工作中 表现得有点天真 但他们内心深处 却拥有强烈的正义感 即使事情与自己无关 只要看到有人受到欺负 他们便会挺身而出 有时候他们会一股脑的追求名气或风头 这会使他们不断的想要斗下去 第二名就是天蝎座 天蝎的性格倾向于 人若犯我 舞弊回击 是那种有仇必报的类型 而且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 总是展现出千奇百怪的特质 星座专家艾菲尔老师说道 若当天蝎座遇到牡羊在争斗时 尽管牡羊座可能表现出爱出风头 好胜心强的特点 那往往人会稍稍落于下风 这个第一名星座非常善于记仇 正如俗话所说 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当你触怒了他们 不论是踩到了他们的地雷 还是惹火了他们的怒气 他们可能不会立刻反击 但最好别让他们再次碰到你 因为一旦他们有机会 很可能会以更加狠毒的方式回击 猜到是哪个星座吗 就是狮子座 没想到平时阳光形象 竟然这么腹黑 艾菲尔老师说道 这三个星座 在性格上都拥有斗鱼的特质 但基本上都是与人为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千万别在他们背后 搞小动作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